我们每天买水果吃水果之余 也要关心一下我们这些水果的种植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有很多必须要克服的风险 那保险业也非常敬告 社会责任很努力地设计出不同的保单 能够帮助农民们能够面对这些风险 那我们今天做的水果呢 是田式 枣子 还有芒果 我是赵峰禅贤 医外保险部 徐一松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就田式保险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是来自和平区农会的黄玉梅 今天很高兴来跟各位讨论 田式保险以及农产业保险的相关议题 我是汪汪有莲产险庄永树 今天很高兴来为各位做枣子保险的一些分享 我是来自于高雄玉台农场厂长 我是陈敏辉 我是国内产险的林军仁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 跟他讨论农业保险 我是来自玉景农会的郭文字 很高兴这次来参加 然后来分享自己对芒果农业保险的议题 田式保险主要的承保是说 针对台风还有降水量这两个因素 那虽然今天没有台风 可是各位知道在六月的时候 有密集的下了雨 那所以我们田式保险其实是有理赔的 当然还好理赔的金额没有说很高 还是在可被揭露的方式 当初在农金局公告的一些 事办农业保险的品项当中 那我们也很积极想去参与 那经过也跟农金局的一个申请 和地方政府的一个沟通协调 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属于我们也透过一些 债保安排这样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一个程序之后呢 后来就是协商出来挑了一个 沼子保险 作为我们公司在于农业保险的第一站 我们公司国内产险是从 民国105年就开办芒果保险 那会开办这个农业保险的一个原因 最主要是说芒果来讲 对台湾人都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农作物 而且它的经济产值非常高 那之后我们发现 其实农民其实是相当没有保障 尤其天灾来的时候 他们很多的收入其实无法回收 所以说我们才基于社会责任 去规划这样一个农业保险 南风已经就北区 从宜兰或是北部直接出海之后 那它回回来的西南风 可能就直接到我们山上部落去 那造成了叶片可能就掉落了 树生可能就受损了 又是一波严重的落果的情况 再最明显的就是现在的高温障碍 这个部分其实就会造成转色啦 或是说在农民在管理上面的病虫害 就会更明显或是增多的情况 但是这些其实都还没有在我们目前这张 田式的参数型的保障里面 在投保支出都会到藉由农会的协助 到农会去跟农友做一个宣导 跟这个说明 其实我们像我们造风产险的这张田式保单 去年是第一年今年是第二年 其实我们今年的指数还有包括 我们有多了一个单日降水量可以供农友来做选择 我们也会去听听农友的一个实际上的想法 然后针对农友的实际上的需求 比如说像是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高温啊 或者是说西南风的回转的这个部分有在考量 保险来讲我们是用那个台风的风速指数型 就是说以中央气象局公布的一个台风路径 我们跟农委会还有像地方政府 在高平地区划定一个中心点 当台风经过这样一个范围的时候呢 以我们的中心点跟台风的路径 在这个方圆70公里的半径之内 我们直接用一个比例来赔付 当然是看风速的等级 那当然来讲去年度来讲还算风平与盛 所以并没有一个凸显的记录 不过呢我们终关近五年来 因为气候异常来讲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是非常难说的 目前的话只有台风的保险而已嘛 那其实早知台风的话其实第一关而已 其实我们早知的话 在那个后期的话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如果在采收期的时候的话 不一定要下大雨 只要绵绵细雨的话早知就会受到伤害了 这几年早知的品种的话 改变了它的一个品质的话 都皮都非常非常的薄 那品质非常好 所以说它其实很娇贵 因为芒果毕竟都果农啊 一果农来讲 像我们年轻这辈的蛮少的 都是老一辈 但是老一辈他们对保险的观念啊 就是说我今天保险 搬出险哪有可能要贵 对 因为我刚才有同行的 孤独老公 保险的人才可以保险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他们会想去保 他们的想法去保 但他们没想法去清出险 所以芒果的这个栽助连结就符合农民对这个习性的这个性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芒果保险啊 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保障 我们芒果保险目前有两种的一个形态 一个是栽助连结型 也就是说我们农民在种植过程 你投保了农业保险之后 我们芒果的农业保险 然后你最后因为天灾所造成的一个损失 那政府也有开出这样一个栽助的一个证明